一 二 来 别认着了 赶紧比吧 货长 你跟这剑影走快 怎么了 我等我有一个 一个 一个 这 这剑影 说 你想收拾我这种人 就一个足矣 人太多浪四 一个就够 转过去 慌着饶命 你怎么了 怎么了 慌着 你没看 那大脚牙子 多得个 比我脸都大呀 这一脚踩我身上 不得给我碾成肉架了 你放心吧 赵给你做出 他只是意思意思 意思意思 真的 君无戏言 你肯定好了啊 皇上说了 给我 给我做主 你轻点啊 我没练过 咱们 咱们 轻轻松松的 你比我比我意思意思就得了 你比我比我意思意思就得了 皇上 他连你的话都都不听 他听 你再看 好 行了 拍纸吧 你等会儿 小贵子 你能别这么磨叽吗 来了 来了 他这是出招了 éunt 我 我不忐忐忑 他这是出第二招了 你赶紧接招 好好好 停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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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完了 完了 护 护 护 小桂子 打得好 这重重的啥 小桂子 你打得不错 赏金五十两 谢谢花燕人赏 花燕人赏 花燕人赏 小桂子 笨蛋 太搞笑了 救命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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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哪来的师储 快点 快点 公主 你个死公主 敢骂说我们太监 你个死太监 你吃着爆胆了 敢骂我 你不想活 你看清楚 我到底是谁 你看清楚 建宁 我是公主 有眼无处啊 建宁 建宁 别在那儿了 黄帝哥哥 我刚刚打得怎么样 打得不错 但你刚才应该注注 后面的防守 是不是啊 小桂子 小桂子 死太监 你还装死是不是 可可厉害 小桂子 你进宫这么长时间了 皇上皇上认不出来 公主公主认不出来 谁教你的规矩啊 告诉朕 朕杀了他 海公公 什么海公公 你这么笨 就是季公公鸟公公 也将不会你 将您 皇帝哥哥 这个小太监 武功能包至极 我随便替他一讲 他居然还躲不开 小桂子 让我看看 让朕看看 你舌头没事吧 你舌头没事吧 爸 妈 我一听啊 妈 我一听啊 妈 我一听啊 妈 你让我一听啊 你说什么 皇帝哥哥 他说我还好还好 就是舌头只剩下一半 剩一半 嗯 我刚刚刚愣着他 哎呀 皇帝哥哥 别跟他废话了 走 我们去比武 哎 建宁 你先自己去玩 真还有事 皇帝哥哥 你说了陪我一起玩的 好 那你先去练练 过两天再陪你比试 好吗 说好了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史太监 你要再敢惹我 我就搁到你身上的舌头 回头你们再找三十个小太监 岁数都要在十五六岁的来这儿 每天练习 如果能练得像小桂子一样好的话 朕一样傻 是